虽然距离暑期还有一段时间 但暑期出镜油产品预定已经开启 5月15号 记者来到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智慧旅游门店 各类出镜油产品的海报和宣传视频 被摆放在醒悟位置 前来咨询办理的民众不在少数 我看看今年暑期 准备带着孩子一起去欧洲去玩一趟 还是定制油 我还是希望让它更好地有一个体验感 通过了解吧 我觉得确实是比我想的要划算很多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从现在5月份开始就进入了预定期 但是高峰期应该是在5月中下旬到6月的上旬 23年境外各个主要旅游目的地的资源 因为量的原因比较贵一些 那么经过这一年多的恢复 今年境外的旅游资源相对23年会有成本的下降 从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平台预定情况看 长线游方面游客赴欧洲游热情高涨 短线游方面日本热度依然不减 比较受欢迎的出境的旅游目的地呢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我们南漫球 相对来说是反季节 那里面比较凉快 传统的法瑞裔还有北欧 这些国家会比较受欢迎一些 东南亚国家海岛国家是暑期的一个热门 滨海避暑呢是一直非常受欢迎 这块呢像传统的马尔代夫 毛里球斯 东南亚的这些海岛都是暑期必然的热点 今年也是会延续这种趋势 促进短线方面呢 目前日本的暑期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日本的汇率因素呢 使得去日本游非常具有性价比 那由于日本游需要期间办理签证 因此很多已经计划首期出游的优务呢 现在就已经开始做咨询和准备相应的签证材料了 6月各地将陆续迎来中考季高考季 在亲子毕业生等出游群体的带动下 暑期出境游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高峰 目前选择定制游的旅客人数越来越多 旅游企业也提前布局 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 分很多主题类的产品 就是盐学游的 亲子游的 或者是说针对老年人 也有专属的一些旅游产品 对不同人群做不同主题 然后呢团量从最多的时候的 这个大团 比如说三四升的 现在已经过渡到了小团 甚至是私加油的这种产品 变得越来越多 那考虑到上海的中考是6月17日结束 因此呢选择考完既走的亲子客群 最早可以选择6月18号出游 东南亚海岛方面呢 捧集到巴厘岛一直呢 是暑期亲子游的热门线路 那我们也上线了新加坡巴厘岛等方向的 亲子沿逊类的产品 也较受游客的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